春风男星遭女粉丝控找人三批硬 上我 他怒揭发王宇杰都不放过 决定出面解释 许多粉丝为了追星长长无所不用其极 华视八点大戏春风爱河边近日受到许多人的关注 其中是严总经理的王凯在戏里和女星王宇杰搞暧昧 但没想到戏外他却被粉丝控诉找人三批性亲我 让他不堪其扰 根据东森新闻报道 王凯有一名疯狂女粉丝在这二年来会不断私讯骚扰 或直接到春风爱河边的粉丝团留言 上传一些自拍照表达爱意外 甚至开始留攻击性的字眼 控诉王凯被骗青春体 找人三批性亲我到我家偷耳环 可以拿内裤去验DNA等棒性的字眼 而王凯经纪公司则采取了封锁女粉丝的行动 让这位疯狂女粉丝的攻击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据新闻指出 女粉丝发现自己被封锁后 便开始攻击与王凯搭档的女演员王宇杰 同样用攻击性极棒的字眼留言骂人 由于事情越滚越大 这件事逼得王凯经纪公司出来澄清 该名粉丝应有被害妄想 为了保护艺人 未来不排除申请保护令 避免艺人受伤害 引起不少的讨论 纷纷表示许多艺人深受私生犯的骚扰 当艺人实在是不容易啊 王凯经纪公司也强调女粉丝说的话绝对不是事实 请大家别去相信 也已经在粉丝团公告 希望该名粉丝不要再继续放行的行动 但未来会不会提告 经纪公司则表示静观其变 而王宇杰无辜受到波击 也让大家觉得实在有够衰 只希望这名粉丝不要再做伤害自己喜欢的明星 有病就要去看医生啊 好夸张 听说很多艺人深受粉丝骚扰 追星也要理性啊 明星也是人 也是需要尊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